台旗開舞 祝福大家 旗開得勝 台旗開得勝 2024年巴黎奧運代表團 授旗典禮 漂洋的國旗和代表旗承載祝福 预祝選手們出賽順利 勇多佳績 全國人民做最好的後盾 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一帆風順 這屆奧運會 中華代表團將參加 田徑 桌球 羽球等 16個運動項目 共計60名選手參賽 再加上各代表團教練 醫護團隊以及團本部職員等 代表團人數達144人 其中最受到關注的選手之一 莫顧於要第四度出征奧運的郭信淳 他在上一屆東京奧運 勇多舉重女子59公斤幾金牌 這次帶著腰傷尋求衛冕 看顏傷勢帶給他不少打擊 面對莫大壓力 他還是用一貫的笑容迎接挑戰 目前身體的狀態 當然還是有一些傷勢 然後多少還是會影響到一些訓練 但我覺得就是 現在已經是最後的衝刺 所以我也告訴自己 就是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靜下來 然後把自己的狀態調好 把傷勢養好 然後把這樣的狀態 延續到比賽那一天 然後就是也不用想 其實不用想了 就是全力以赴這樣 全球衛冕 這一次的挑戰跟上一次的奧運的挑戰 每一步都踩好 然後剩下的就幫到比賽 然後就盡情的發揮 盡情的享受這樣 對 北韓這次不會參加奧運 所以其實最大的對手 有羅斯芳 然後還有哥倫比亞的選手 然後還有加拿大的選手 然後包括說其實在 後面的排名的選手 像奈吉利亞的選手 這一些 其實我覺得每一位選手 我都需要去關注 對 因為比賽是一個很 很戲劇化的 所以你不能夠很確定的說 他一定會是怎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就是把自己做好 然後在場上 然後跟大家一起那種競爭的 享受那種競爭的感覺 有非常多人鼓勵跟支持 那我想最暖心的就是 希望你好好比賽 享受比賽 然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再受傷這樣 我覺得這計劃就是 很大的一個鼓勵 那我也很就是 我也希望就是用 就是呈現一個非常 非常好看的比賽 然後來回饋到加拿獎金 當然我會盡自己 最大的努力獎金 至於跆拳道項目 這次只有羅嘉玲 一位選手取得奧運參賽資格 她在上一屆東京奧運出事提升 就算女子57公斤級奪得銅牌 雖然身高超過180公分的 她隊長過程中遇到腳踝傷勢 她要控制體重相當辛苦 但第二次參加奧運 她還是希望能更上一層樓 現在備戰狀況一樣就是 有漸入佳境 那就是下禮拜 我們會在中心舉辦一個模擬賽 然後就是去可能 檢視一下我們可能 平常的就是奧運的流程 然後預測的對手 然後也會下去做模擬 然後也順便看一下 腳傷的部分大概可以適應到什麼程度 這樣 這次的話就是有一種熟悉感 那也是希望就是 自己可以給自己不要太大的壓力 對 然後對整個奧運的賽事 其實就是會比較了解到 她的整個流程 對所以其實讓自己就是不要那麼緊張就好 第一個就是一樣希望自己可以健康的上場 那也希望就是可以超越上次的獎牌成色 特別的是今年巴黎奧運還新增了霹靂五項目 台灣好手孫正六月下旬終於確定取得奧運門票 幾近男女子選手只有各十六個參賽名額的窄門 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能參加奧運的她 從總統賴清德手中接下御手 象徵祈求代表隊都能順順利利 見見見康康 彩排的時候他們希望我做一點動作 那我就想說 可是我怕也會給總統 他的維安人員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因為他們可能會顧慮 孫正突然還用身體攻擊嗎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怕引起這種困擾這樣 所以就是非常的平常的跟他合照了一場這樣 當然滿開心的 因為畢竟P6第一次舉辦 然後目前得知洛杉磯奧運也沒有要辦P6 一進到P6男單這十六個人名單裡面 覺得這也是滿感激的 因為一路上真的有非常多人的支持 那當然自己也是很努力想要達成這件事 所以真的達成了現在就覺得很踏實 那這個踏實希望可以轉變成另一個動力 讓我可以再不是只是站上去而已 希望可以再締造一些 台灣街舞歷史上的一些新的成績這樣 學舞剛開始其實沒有想過他會變成奧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更好的媒介去推廣說 街舞其實也很有趣這樣 2024年巴黎奧運將在7月26號到8月11號登場 選手們努力調整狀態 把握最後階段衝刺 希望再次為台灣人民 帶來世界頂峰的感動 帶來世界頂峰的感動